我今天有幸拿到来卡云这边的浙江电信鱼 也就是宁波电信鱼 然后是一台国内的VPS 国内的VPS呢 玩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的脚本已经慢慢的普及下去了 接触的比较多 他家的价格呢是38元人民币每月 对于国内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产品来讲 算是比较优惠了 而且他是10兆的带宽 他现在是支持免费申请IPv6的 我们不光有IPv4的IP 还会有公网的IPv6的IP 这样的话对喜欢折腾IPv6的小伙伴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门槛会降低 那其他区域的机器可能就相对更贵一点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镇江 他就是58了 成都电信云 他可能价格会更高 当然规格也有所不同 我们今天用的是2和4G的机器 他苏牵这边的机器规格会比较多 还有绍兴 南方的机器偏多一点 要说国内服务器能干什么呢 目前我在装帕鲁 我们这个帕鲁好像已经运行了 大概是在这个台机器上 我用的我自己做的一件脚本 目前已经开服了 我们可以去尝试看一下 我本来想截在安装的过程 没想到他装的还是挺快的 但是在国内的话 Docker环境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大家要使用科技LINE的一件脚本 来去安装 6 你先按1 装完以后呢 你再用LINE的这个帕鲁脚本 这个帕鲁脚本呢 是半年前的东西了 我再也没改过了 包括什么存档呀 备份这些应该都有的 还可以调整游戏内的一些设置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啊 虽然已经过了热度 但是啊 国内做游戏服务器的热度 依然存在 就不一定是帕鲁 然后我试一下吧 我也没试过运行一下帕鲁 啊问题不大 我觉得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人游戏专用 既然久了有点忘了 把这个换掉 换成你帕鲁开服的这个复制一下 回到这边粘贴进来 就这样的 我们端口是做改动的 不知道行不行 好像可以 真的可以 有点小激动啊 这个脚本还依然可以去调 然后呢 我们这边选一个男的 我们就开始游戏 好像确实不错 看一下这这一台机器的这个FPS是怎么样的啊 要等我一下 我先快进一下 游戏问题不大 我现在是4060嘛 新买的那个显卡 4K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录屏不好讲 我们边录屏可能会有点卡 大家见谅 这边选出声点是吧 这个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看一下FPS 人数现在是一个人 我们的FPS呢 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低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去看一下这个占用 这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5 他这块有可以看占用 先装一下占用看一下 占用的话 帕鲁这边问题也不大 但是内存有点着急 所以挑个大内存 就跑一跑 应该就会卡了我觉得 正常跑起来还好 真的很 比海外的云服器要流畅很多 这个成游戏主播了 那一开始呢 你如果饿的话 你就先去杀一些这些 冲击一下 就可以跟他们战斗 打斗上的应该还好 速度 一个人玩问题不大 你要人多的话 配置肯定还是要好一点 而且现在的服器 应该是优化过的 获得了这些食物 你就可以比方说 可以吃之类的 就对内存上来讲 应该还好 在这时候再看一下 它的FPS 基本上停在40几毫秒的样子 海外的话 一般都是100多毫秒了 如果你有交互的话 对于服务器这边处理能力 会有一些帮助 没想到被我跑起来了 这个基本上稳定的 没什么波动的 人少主要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脚本呢 比方说导出存档 定时备份 这些功能都很屌啊 这个已经导出了 告诉你已经导到 home game这个目录下 这个目录已经有了 挡坏了的话 你到时候可以导入进来 流畅度非常nice 好像卡了一下是吧 刚才那个位置不太对 然后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 基本情况 我搭建的是Rocky Linux 然后你也可以用任何的 其他你熟悉的系统 这边的是两核4G 然后我们这边是宁波的机器 然后它的CPU其实还可以属于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平 两核心嘛 硬盘呢其实一般 这个是它一个入站的 这个是一个出站的流量 它出站是10兆 定站的是两三百兆的样子 其实国内云的话 延迟基本上可以不用看 都是碧率碧率的 这就是宁波云服器的一个情况 竟然被我两核4G玩起帕鲁了 这个三五个好友玩没什么太大问题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